說到金鋼狼 你會想到修捷克曼 說到女友肚子餓 就會想到金鋼 而說到台灣的格鬥傳奇之一 你一定要想到這位人稱金鋼刀 張景雄 Rat Corner 身高179公分 體重70公斤 年齡36歲 戰績四勝四敗一核 來自中華台北 Come from Chinese Taipei 代表五勝館 He is the Blade 金鋼刀 張景雄 嘿大家好我是宇佩 早期有在關注我的朋友們 一定都知道 我在2019年9月時 就大致介紹金鋼刀是誰 那是我頂著一顆小瓶頭 剛從宜蘭金六節退伍 喔不金六節廁所跟床鋪 設廠那有過恐怖 那個床單掀起來都是重重 馬桶旁邊還會有扁扁 因為當時是我還在嘗試做YouTube影片 說話口吻跟製作技術流程 都還很生疏 雖然影片品質不是那麼好 而我這次再度重做 資訊更完整的金鋼刀介紹影片 好啦 那影片要開始囉 金鋼刀本名張景雄 1982年6月15日出生於台中 戶籍是台南 畢業於錦文高中電子科 高中曾經參加過柔道社 一個月還練過跆拳道 張景雄出生於一個暴力家庭 還同時期的他 沒有像正常小孩那樣快樂的童年 多半是在父母的暴力下成長 為了不想再哀咒 張景雄從小決定要變強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是到麥當勞當店員 後來又做了便利商店 電話行銷業務 便當店外送員 張景雄跟其他格鬥選手不同 他沒有強大的教練 沒有武管撐腰 全是靠他看網路影片自學 沒錯 張景雄的格鬥是自學的 雖然常常有人會嘴炮 那些在網路上自學的人不找教練 但實在很難講 那個被你嘴炮的人 會不會哪天變成台灣的三大王 畢竟這世界總是會出現一兩個天才 我打張景雄為何沒有想要找教練學 他是這麼回應的 因為自己學比較快 自學的張景雄打了第一場比賽 是對上范仲杰 范仲杰是台灣人稱格鬥博士 也是台灣的三大王之一 由於年代太久遠 所以沒有當時比賽影響 不過張景雄獲得勝利 2003年開始 張景雄則是參與了 位於VS Club的地下全賽 系統的對手有九克 也有健身教練 也有流氓 也有專項運動員 張景雄每週六開打 總共打了126場 2007年第三件三大王爭霸賽 張景雄越級打怪 對上比自己高大 重量更重的對手 夜幕涵 憑著靈活的移動 打贏了夜幕涵 成為台灣最輕的重量級拳王 而金剛刀的稱號 也是從這時候產生的 當時比賽單位 要選手給自己寫一個稱號 不寫的就是協會 幫你取奇葩的名稱 張景雄想著 自己竟然以前練過跆拳道 他就叫金剛腿 後來才改成金剛刀 2008年 K1張景雄打贏台灣俑者 楊東雄 還奪得亞洲 由桑柏賽事鷹牌 跟全運會散打冠軍 後來開始進入PROFC比賽 並且拿下多場勝利 當年的PROFC 已經是相當完整的職業賽事 不少現在台灣出名的職業選手 都是從這裡發跡 甚至打過1的黃羽仁 黃真林 還有UFC的李俊翰 還有吳東興 都曾打過這個比賽 2010年金剛刀花了120幾萬 與新天宮開設聚火力格鬥館 他決定為了武術奉獻 學生交2000元學費 但是張景雄給學生的福利 卻遠超這2000元 送學生格鬥庫 或花更多時間不算學費栽培他們 以為用心可以感動學生 換來的是學生愛來不來搞消失 2014年關掉聚火力 這時候剛剛好遇到館長 然後就截下先讓各位看到的 金剛刀跟館長的一些問題 不過這邊我不談這件事 我怕被炮 嘿嘿 2018年金剛刀復活之戰 對上日本選手不幸多辦 由於長期有脊椎炎的困擾 時常劇痛 只好退役 2018年4月 永和五聖館開幕 金剛刀也收邀加入教練群 但過沒多久 營運上有些問題 所以五聖館收掉 換場地道 請安站附近 改名Bad Monkey 刀哥也沒有繼續任教 不過偶爾還是會出現 做技術分享 所以想看刀哥的朋友們 沒事可以去Bad Monkey 說不定會遇到野生的刀哥喔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這邊讓我相會搭個小廣告一下 目前我在靠樹林的以太極劍運動館 有開設格鬥課 地鐮我放在下面 場地可是特別裝潢過 漂漂涼涼的 歡迎住靠近新莊 板橋樹林的朋友們 沒事可以來體驗或找我學學圈 第一堂體驗是199元 通常一次繳四堂 1400元 也就是單堂350 相當頻繁的價位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搜尋我的臉書詢問 或是直接搜尋以太極劍 那就先這樣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宇飛 我們下次見 掰掰 PREFC5的時候 那是以費和裸角勝 去年 我到那邊報完了 好啦 你讓我報一下 對啊 11秒鐘的一個時間 11秒差一點點 差一個是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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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差一點 還沒有介紹完 昌廷雄在PROFC的表現 在PROFC10當中 他在9的時候是三角角勝 在10的時候 就是一個KO直接搞定的對手 時間NOTCAL了 來自菲律賓的施日欣 再次 再次